在遊戲西地國裡面 動物是取得食物的方式之一 是前期食物的主要來源 但動物又可以分為可以控制與不能控制的 可以控制的如綿羊、豬、牛、鵝三養等 除了可以撒來吃外 還能控制牠們去探路 另外無法控制野豬、鹿、大象、斑馬與犀牛等 這些動物只能用來打獵 無法控制牠們 其實有這種設定 是差別這些動物還有野性 沒有被人類巡化 不如同樣是馬 為什麼用的馬可以成為遊俠做騎 而斑馬卻成為打獵 沒辦法成為斑馬騎士呢 而幫人類看家的動物是狗 為什麼獅子、老虎與兇 自動體型更強壯 性格更凶猛的動物 卻無法幫人類看家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巡化動物的歷史 為什麼有動物這麼揭曉不遜啊 那麼得從一萬年前 虎黑黑的時代說起 那個時候人類剛進入農業時代 在這一段時間 人與農作物各種動物間 產生了互群的關係 一起被綁在土地上 先來聊聊 狩獵採集與農耕有什麼不同 以辛苦程度來說 農耕生活可能更加的辛苦 狩獵採集每天只需要花半天的時間 就可以從大自然獲取足夠的食物 不需要大量的勞動時間 就可以生產食物與保存食物 因此其他時間 便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像唱歌、跳舞、發明技術等 而農業社會生每天要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需要一定的技術 也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與時間 不過也印證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這一句話 所以說如果人們可以選擇 大家都會選擇生活自由的狩獵採集 而不會選擇枯燥法味的農耕 那為什麼最好人類還進入了農業社會呢? 簡單說就是種田雖然辛苦 但是穩定啊 獵手雖然輕鬆自由 但變數實在太大 具體上來說 第一個因為氣候的劇烈變化 野生動物大量減少 差不多在一萬年前 大量的撲滾動物面絕 使得狩獵採集的CP值降低 第二個是人類工具的進化 對於採集打獵而來的穀物肉類 可以有效儲存 想要發明的桃冠與地窖等 讓人們不用天天出門打獵 第三次人類經過摸索的觀察 發生了各種可以巡化植物與動物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糧食 而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第三點 關於巡化這件事 巡化就是向人類與動物簽訂的協議 人類提供食物 為他們治病與健身 而動物必須協助人類耕作 看家與戰鬥 或成為人類的蛋白質 一般來說 能被巡化的動物必須有些特點 第一個必須要對人類有用 由種田、看家、作戰、成為食物選一個 且這些動物必須以草食為主 因為人類不可去飼養大量吃肉的動物 來跟自己搶食物 巫師每天花幾隻公斤的肉、養一頭獅子 只有有錢人會把獅子當寵物 順帶一提 吃肉又被巡化的動物 也只有人類最好的朋友、小狗 而貓則介於巡化和伴巡化之間 大多數的寵物貓不開心時 也不會給主人好臉色 第二個要發育快 被巡養的動物 繁殖與生長周期都要短 例如吃素的大猩猩 力氣很大可以幫忙種田 但大猩猩懷孕需要9個月 而且一胎才生一個 還要養10年才成年 息鼻子太低了 大象也是同樣的道理 大象懷孕需要21個月 至少要養8-14年才成年 也是因為這樣 人們打仗時會使用戰馬 而不是成本高昂的戰象 說到這個馬 馬因為奔跑速度極快 以及出色的平衡感與反應力 很早就被人類所巡化 作為交通工具使用 尤其是在城市國家出現後 各族群有了戰爭的需求 當弓箭鐵器被發明後 速度快適合長途奔馳的馬 軍事價值勝過人類以外的所有動物 甚至能說誰有馬 誰就能打贏戰爭 如古代的中原王朝 在軍事對抗上 對比方的慕名族都是戰下風 其中一點是不兵打不贏祭兵 而農哥民族又沒有馬 因為他們養馬的成本很高 馬的草料消耗大 需要大拼的土地 但馬產肉不如豬 種田不如牛 看家不如狗 養了不知道幹嘛 而且馬的個性不了時很容易逃跑 只為了戰爭就大量養馬 怎麼看都划不來 而北方的野物民族就不同了 他們日常生活就需要馬 馬可以提供肉與馬奶 且歐雅草原雖然很冷無法動田 但特點是人家地大雅 有吃不完的牧草 因此最早巡化馬的區域 也被認為是歐雅草原 時間大概是5500年前 也因為這裡的遊牧民族 巡化人馬 讓鳥不生蛋的歐雅草原 歷史上出現了許多大帝國 如文風喪膽的羞怒於蒙古帝國 第三點 被巡化動物要溫馴 像有些動物動不動就發怒 或是容易受驚 就算他們可以提供很多肉 而且生育週期短 但都不是巡化的好目標 斑馬就是壞比氣的動物之一 斑馬分布於沙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草原 與歐雅草原上的馬不同 這裡的天敵只有狼 馬平常生活猶財猶災的 不過非洲草原危機四伏 獅子、獵豹、鱷魚、斑獵狗等 都會捕殺斑馬 這讓斑馬進化出了精湛的預警機制 變得神經兮兮 比起也不好 一旦咬住的東西 往往不會放手 腿也很有力 在動物園裡面 被斑馬傷害的管理員 遠比其他動物還要多 其實也不只斑馬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活 這裡的動物都相當可怕 例如非洲水牛、河馬與犀牛 他們不是力大無窮就是體積龐大 想像一下如果巡化的犀牛 有犀牛、忌兵是多麼酷的景象 但犀牛、鼻氣暴躁、息怒無常 只要有陌生的氣味或聲音 便足以惹魔他們 即使在茂密的棺木叢林 他們的時速可達每小時45公里 不是說吃草就一定很乖 而成年河馬重達1500公斤 拿來重田或戰鬥看起來也不錯吧 但別看河馬在水裡悠閒泡著找 一副與世無真的樣子 河馬可是非洲殺人魔 不但皮厚防高 咬河力也是相當驚人 每年被河馬殺死了人 比被獅子咬死還要多 非常的凶殘 其他像是非洲水牛 光看外表就不好惹 身心一怒又恐無有力 總之非洲的草食動物實在太厚鬥了 都是很難驗化的目標 而有一些動物者天生難小微微縮縮 像是鹿與羚羊 周里說鹿這種溫馴吃草的動物 應該也會被馴化呀 確實世界各地的考古遺址中 古人類的廚餘裡 鹿古最常見的 因為鹿死了太多了 除了非洲、澳洲與南極洲外 鹿廣泛地分布於每個大陸 就連台灣鹿都很多 各地都有鹿的地名 如鹿港、鹿草與鹿寮等 如此看來 鹿一直都是我們祖先的主要獵物 活捉野鹿或鹿仔機率很大 鹿的出入率也不錯 對於飼料要求也不高 怎麼看都是理想的循環目標 但鹿實在是太膽小了 如果把它們關起來 亦有什麼風吹草動 便會群起發出狂奔 不是破難出逃就是壯然而死 不過也不是所有鹿都不行 要不然是讓老人的雪橇是誰拉打 最後我們來聊循環的條件 遊戲野生動物 無法在人工的環境下繁殖交配 例如獵豹 幾千年以來 獵豹是古埃及亞素以及古印度皇室的狩獵動物 但不管怎樣 獵豹很難在人工的環境下繁殖 獵豹喜歡的是在大自然的原野中 享受多人運動追逐的快感 雖然有獵豹各地被馴服 但由於數量少 沒辦法有人工繼續繁衍 不過即使巡化要求如此多 但只要人類有心 從殘暴的動物中挑選 洗個結代精英 也能刷出性格溫和的後代 而這就是細皮質問題了 不是每個動物都適合 以斑馬為例子 這次就有世紀歐洲殖民者來到非洲 結果從歐洲帶來的馬皮很灰的掛了 因此他們看上了斑馬 東非的德國人還搞出了斑馬祭兵 不過最後人們發現 斑馬雖然有個馬字 但身材卻屬於女子等級 並不方便其成 因為在非洲花時間去巡化斑馬 我還不如找駱駝呢 而通常動物的幻動率很低 只有10%左右 也就是說1萬公斤的玉米 只能長出一頭1000公斤的牛 不過玉米好取得產量大 10%的幻動率還可以接受啦 但如果是肉食動物 得用1萬公斤草食動物的肉 才能換出1000公斤的肉 等於要花10萬公斤的玉米來餵食 因此人們不吃肉食動物 不是因為他們難吃 而是CP值太低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那些難以巡化動物 不是真的難以巡化 而是都可以找到替代品 如鹿可以被牛、羊、豬取代 因此人類在不斷的失敗中 放棄這些解饒不遜的動物 被人類巡化的哺乳類中 豬跟雞一樣 都算是地球上的霸主之一 成為霸主的原因 是因為人類選擇豬、巡化豬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豬做總結 為什麼說豬是巡化中的模範生呢? 豬會被巡化是人類看上它的蛋白質 約8000多年以前 野豬就被巡化成家豬 科學家研究出土的豬化石發現 豬大約在6-24個月前死亡 野豬剛成年就被宰癌吃了 當時的人類根本不依靠豬的勞動力 除了豬的力氣沒有牛馬來的大外 也有可能是太肥了 因此可以提供很多的肉量 只要一旦成年 便是吃掉它最好的時機 而豬的祖先 野豬與我們一樣 是少數不挑食的大型動物 野豬什麼都吃 家豬也繼承了這種探吃鬼的習性 所以豬非常豪漾 幻動率高的驚人 又不用太大的空間 且前面說了 巡化動物要很人生 而一頭母豬平均一胎可以生6-12隻小豬 出生5-12個月後 又可以繼續配種 懷孕期就只要4個月 約5個月時就肥的可以吃了 生產效率非常的高 比起方面 豬的個性雖然不算非常溫馴 但還算可以接受啦 其他優勢還有 私盈力強 安靜不躁動 所需的空間小 卑斯然後通常就是過著 吃飽睡睡飽吃的肥宅生活 再生殖方面 豬不像獵豹那麼高冷 豬在哪裡都可以多人運動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豬完全符合巡化的幾個特點 那麼我們就可以大概歸納出一個故事 三萬年以前 人類與許多動物都是鄰居 其中就包含了野狼與野豬 而野狼野豬的有些群體 看上了人類的殘根泛咬 選擇了與人類簽約 簽約後野狼變成了小狗 負責看家打獵 而野豬變成了夾豬 成為了蛋白質 夾豬也繼承了野豬的好胃口 吃著人類的生餐生飯 平均4公斤的飼料 可以長出1公斤的肉 完全海放其他的巡化動物 成為了巡化界的霸主 與雞一樣 靠著人類的選擇性繁殖 一些性格暴躁太瘦的野豬 慢慢被淘汰 而剩下的豬就是我們熟悉的家豬了 養豬是華人的重要傳統 但在農業時代 人們平常很少吃肉 通常會在大寒小寒這兩個時間 把自家肥豬給宰了 一方面是為了準備過年 另一方面是古代的保存條件不好 冬天殺豬能放比較久 才會有大寒小寒殺豬過年這句諺語 這一個大寒是24節氣中的最後一個節氣 也是一整年最冷的時候 但豬這麼大一隻也吃不完 且中國南方也不夠冷 豬肉還是會壞 因此在中國南方與台灣 都有延遲臘肉的傳統 所謂的臘肉 指的是臘月裡儲存的肉 久而久之過年就要吃臘肉了 也象徵長長久久與團圓 相信大家過年一定會送完臘肉 或是收到很多的臘肉 那過年就快到了 去本也來親自示範一下 一道非常吉祥的堪月年菜 辣味煲仔飯 首先準備材料 廣市韻鴦腸 裡面包含了甘腸與臘腸 另外再準備台灣的傳統香腸與湖南臘肉 以及米與青江菜 調味料有醬油、蠔油、白糖、薑魚、紅蔥頭等 我煮的份量約五人份 米量你們自己斟酌 為了增加軟Q的口感 先泡水30分鐘 趁這段時間 我們來處理肉類與醬汁 東西要好吃除了除意外 最重要的就是食材來源 關於香腸肉品 我一律選擇老字號的黑槽牌 大公司嘛 跟傳統市場掛在那邊吃灰塵的不同 黑槽牌的臘腸、肝腸與臘肉 都是真空包裝 衛生又可真實呈現風味 實在是你能安心呢 剪開包裝後 把臘腸、肝腸與臘肉洗乾淨 洗乾淨後燒入鍋水 全部丟進去燙一燙 黑槽牌的臘腸 使用豬腿肉與58度金門高釀酒製作 再經過72小時熟成 多汁不油膩、非常的香 可以在白色油花處戳幾下 之後撈起來備用 接著處理醬汁 玩屋上各大包仔飯的食譜 醬汁九層都是用調製的 但醬汁是包仔飯的靈魂 用炒的才有那個味道啦 來,我們先熱鍋 鍋熱之後關成小火 再加點油 把薑紅蔥頭丟進去爆炒一下 香味出來後加入一點辣肉 等薑蔥炒到金黃色後 加入半碗的水煮個一分鐘 紋豆腊肉的香味後 關成小火 加入醬油慢慢一勺 蠔油半勺多一點 白糖半勺 都加進去翻炒 把味道給綜合一下 接著出鍋用濾槽過濾 就完成了香噴噴的醬汁 先放在旁邊備用 這個時候米也泡得差不多了 準備來煮飯 我這次使用的是鑄鐵鍋 為了燒出完美的鍋吧 我們先用豬油把鍋內刷一輪 然後把泡的米滴乾水分放入鍋中 水的量該過敏一點就好 先開中火 把水煮開後 轉小火燜煮8-10分鐘 趁著這個時間來處理香腸 把香腸放入平底鍋 加水到三分之一 再加入一點米酒 然後開火熱鍋 先把香腸燜熟 黑球杯的香腸 食用國產的豬後腿肉 4CS油氧肉品 絕對不含瘦肉機沒有藥物殘留 肉品都經過成人把關 光單吃就很好吃了 不過單吃的時候一定要配大蒜 兩者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後不然就會嚇幾米 不過今天是要做包仔飯 蒜頭就先怕死 等水乾了之後 在香腸上搓一搓釋放油脂 就可以下油了 把表面煎到金黃 就可以起鍋了 焦度可以自有決定 有人就喜歡吃焦一點嘛 香腸搞定後處理青江菜 燒油鍋開水 把青江菜對切 放一點油汆燙一下 熟了旁邊備用 飯燜煮拔到10分鐘後 先關火 把飯攪拌到爽軟狀態 用勺子鹽的鍋壁加入一些感染油 讓它滲透到鍋子的底部 這也是為了搞出金黃鍋吧 然後把一開始處理好的 臘腸、肝腸與臘肉 平鋪在米飯上 蓋上蓋子小火燜煮10分鐘 再來一邊旋轉鍋子 把鍋壁烤均勻 讓鍋巴更好吃 10分鐘後取出肝腸、臘腸與臘肉 這邊就考驗刀工了 因為本人的技巧不是很好 沒辦法像香港師傅切的那麼薄 不過大塊一點口感也好嘛 總之把這些肉切一切 連同剛剛煎好的台灣傳統香腸 全部丟進去鍋子中 沒看過下這麼重門的煲仔飯吧 你在外面吃 那個肝腸真的超少 自己煮才可以這麼澎湃 接著淋上Chip的特製醬汁 我這個醬汁跟外面燒辣店的有87%像 就算用炒的才有月色的FUMA 左右把飯攪拌一下 看一下這金黃色的鍋巴 看起來非常好吃 加入前香菜後 就可以成績小碗上桌了 好 我們的辣味包仔飯已經做好了 那這碗這個飯裡面有四種肉 有分為這個是辣肉 還有甘腸、臘腸以及黑巧白的香腸 那我現在來吃一下 飯很Q啊 然後我那個鍋巴 包仔飯的重點就是要鍋巴 要脆、要好吃 跟我們煮嘛 加很多這個醬油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不要以為這個很鹹 其實我吃起來沒有說很鹹 反而是非常的有這個入味 而且它很有層次感 肉的香味嘛 油脂流出來的味道 還有剛剛加這個酒香嘛 還加了糖又有點甜甜的 光飯就很有層次感 根腸啊很香非常香 我們醬油 有加了那個薑、紅蔥頭 還有糖下去炒 所以這個醬油也非常好吃 很有這個味道 飯啊 我們燜這麼久的飯 還有那個鍋巴 我覺得非常的搭 就是相對好吃 非常的下飯 那本來就飯了很下飯 但這種辣肉、辣腸的東西 很適合過年過年吃 很吉祥嘛 長長久久 這個長啊 這麼長 所以長長久久 黑巧牌的鴛鴦腸 有甘腸跟辣腸 喜氣的包裝很喜氣 還有我們傳統香腸 小時候媽媽最愛買這個 黑巧牌香腸 大賣場還是傻傻經銷商 還是它自己就有店了 自己就有直營店 到時候都買得到 很方便 黑巧牌香腸 有這個原味跟蒜味的 我比較喜歡吃原味的 那過年過節 不是要吃這個肉乾嗎 看電影很鹹 吃肉乾 嘴巴那種 吃得很順口 調製肉乾 包裝得非常精美 送人 洛洛大方 它有這個 原味跟 馬告口味的 馬告口味就是那個 原住民的那個香料 吃起來很像檸檬香 那原味就是 很香氣的東西 這東西是 過年過節必備的 送禮、送岳父 送岳母 送丈母娘 送誰 親朋好友 送這就對了 還有 黑巧牌現在搞出一個 德國Q脆腸 這東西啊 包生菜加可頌 什麼東西 很適合當早餐吃 那這有機會 我現在來煮 非常的Q彈 總之呢 這個黑巧牌 肉品專家 豬肉專家 香腸專家 過年過節 送人 自用 兩相宜 記得 那有優惠訊息 大家跟他講 掰掰 優惠訊息就是 咱們的肉品專家 黑巧牌 要送各位觀眾 四組 調子肉乾 一組有兩包 然後你們過年打牌看電影 嘴巴也填不下來 只有六人就給他抽獎 公布在我的YT社群 過年過節 不要忘記我們的黑巧牌喔